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 蔬果不能少 一位婚姻挫败的单亲妈妈 勇敢地不向命运低头 她用素食水饺串起了 需要相互取暖互助的家庭 在内向成功之路后 时时不忘感恩 当初邋遢一把的贵人们 努力地回馈社会 这个才是真正幸福的味道 用米做炖饭不稀奇 用白花椰菜做炖饭才惊喜 想要来一盘低淀粉 高营养的伪料理 自己动手好简单 在基隆有一对胎理素的兄弟 正积极地经营早午餐 希望用虫枣吃素的概念 唤醒大家爱动物 爱健康 爱地球 上天儿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功课 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完成这一部 独一无二的主题曲 本着这样的信念 一位单亲妈妈决定开发手工素食水饺 用幸福来写人生 当初我们在一个团体认识了好朋友 那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诉苦 那我也会聆听朋友的一些苦处 然后就有一个姐姐 她就觉得想要让我这个帮助的人更多 所以她就问我想要做什么 就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没有钱买菜 那我就想说我卖水饺 大家有工作做 七年前同样是面临人生低潮的黄桂春 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 从零开始转行卖水饺 而且做的还是市场上相当冷门的素水饺 因为那时候我的身边的朋友 吃素的朋友比较多 那我是想说我要做这个让他试吃 他可以很坦白地告诉我 这个口味怎么样 其实我们现在吃荤的 其实是很多都可以吃得到 那我希望我们这个素的水饺 是可以让他们吃出 荤食者也可以吃的素水饺 就是他们不喜欢那个素料的味道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做的所有的蔬菜 是没有加素料 然后让他们吃不出是素的水饺 其实我们是全素 可是我们希望那个蔬食的口感 让他们不会觉得是吃素 可以去接受 讲究真材食料 吃得到田园风味的素水饺 该怎么做才好 毫无餐饮经验的黄桂春 坚信唯有不断地一再实验 才能做出完美比例的内馅 和Q弹不易破的饺子皮 想说最大众的大江南北就是高丽菜 那高丽菜要做到好吃 其实手工主要就是让那个口感 脆度出来甜度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加很多很多的配料进来 我们就单纯就是高丽菜 就是主要高丽菜 然后木耳香菇红萝卜就是点缀 然后加一点姜汁 素水饺一般都说会破 然后煮了就破 那因为我们有去问了很多很多的专业的人士 他是说可以加一种东西添加物 后来发现那不是健康的食品 那我们就坚持没有加 因为天气的关系 然后水分的关系 都会影响那个皮的Q度 那那个Q度只要他们多揉几下 然后调到刚好适中的水 适合那个天气的状态 那个皮它可以拉得很长 它的Q度就会出来 黄桂春在开发新口味时完全不设限 总是尽量想办法把所有的蔬菜 通通包进水饺里 这不只是为了健康 也是为了在地农民 刚开始我们开发了高丽菜 雪里红丝瓜 泡菜 爆浆起丝 然后后来我又研发了护瓜 护原翠绿的护瓜水饺 有一年气候环境都很适合种 大家都种都过量 然后我就想说护瓜一般小朋友都不爱吃 可是如果把它做成水饺 可能他们就吃不出护瓜的一种味道 那于是我就用豆皮把它炒香 拌进去护瓜 然后试做之后 它的清脆 它的甜度 然后清爽的感觉都出来了 一颗素水饺可以发挥多大的力量 除了支持在地农产 友善环境 更重要的是 它能鼓励妇女二度就业 寻回照顾家庭之外的成就感 因为我自己也是担心妈妈嘛 那有一些房贷的经济的压力 那你会知道说 你要照顾到家庭 可是你要有一份收入 所以当我看到 有朋友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是很难过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 所以我自己可以感受到 那样的二度就业的一些妈妈 她们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我希望说 她们有个一点收入 那也来帮我们包水饺 有一点收入 那她又可以照顾到家庭 所以我们就刚开始就用在地的妇女 然后让她们有一个就业的机会这样 改变生活就是很多东西 你要慢工出细活 你要一个好的东西 你真的要用心 然后才会知道它里面的 怎么样做出好东西 其实你心态快乐人就快乐 那你对别人快乐 别人也会快乐 你也会跟着快乐 对 就是很开心的水饺 很快乐的水饺 肯做肯学的黄桂春 非常擅长把在地农产和健康包进饺子里 像是长期跟她合作的有机农场主人 就毫不尝试地教她腌制不好菜 这也帮助她研发出了独家的美味水饺 她的勇气蛮不错的 就跟当初我在做有机农场一样 那这一路上都有很多的老板这些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度过南瓜安慢慢地成长 那桂春姐她既然她想要 很勇敢地来做这个水饺 我说她不知道吃到什么大 所以说当然我们要愿意的 大家互相来配合那如何来做 希望能够在农业产业里面 再做出另外一条的深入出来 这一天黄桂春起了个大早 来拜访同样是位于大西的 碧螺村有机农场 这里长期供应纯净的蔬菜之外 也给了她制作酸白菜水饺的灵感 最难做酸白菜水饺吧 因为我们可能在腌的过程 我们是完全无添加任何化学的 一些发酵剂什么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纯天然 用水果下去腌 然后因为在腌的过程 可能我们就要很注意那个天气 在拿出来要生产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水 因为你在加了 我们有加包心白 那酸白菜起来再加包心白 其实它制作过程 在包的过程 那个咸度还会让包心白出水 所以这个要去克服 你知道那酸白菜啊 它有的时候它的酸度 如果你全部用酸白菜 去做成水饺的话 它可能一整口咬起来 都是酸白菜软软的 酸的太酸 那我们加了包心白之后 它可以调到它的那个口感 还有酸度 还有那个味道 是刚好的 它是新鲜的 它的脆度甜度都会出来 然后加上那个酸白菜 软软的酸酸的香香的 就绝配 当初之所以会开发酸白菜水饺 也是源自于农场主人 吴国强的支持 他本身就是一位素食者 也是有机耕作的大前辈 二十多年来体系后辈毫不尝思 其实大家都会有说 这是我祖传的 我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没有所谓的秘诀 就是说你只要用心下去做 慢慢的细微去观察的话 你都能够找出它很好的制作方式 酸白菜的话 它一般我们做蔬菜类的腌制的季节 都是要在冬季 为什么 因为冬季它低温 它低温的话 你腌制好了之后 放在室外的话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酵 那你如果高温的话 马上就臭掉了 因为为什么 它还没有发酵的时候 它已经发臭了 因为温度太高 像我们一般 我们用这种在腌制的话 我们最少要六个月以上 它的风味口感的话 你闻到它那种酸味的话 你就想流口水 那它的外观的话 它当然是 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当然了 清甜了 又有带酸 成功地把酸白菜和包心白 一起包进水饺里 黄桂春又做出了韩国泡菜水饺 内馅混合了火红微辣的泡菜 黄豆芽和白叶豆腐 也是另一种绝配的好滋味 在克服了食材容易出水的问题后 紧接着挑战的是 令人意想不到的丝瓜面馅水饺 我们在烫面馅的时候 不能烫太熟 然后那个面馅就会去吸丝瓜的水分 就好包了 有一个克服 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偷工减料 然后你们是不是有点名气 然后就在丝瓜水饺里面加了面馅 我就跟他解释说 其实不是你误会我了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的丝瓜水饺 都加了面馅 那原因是因为我要让它吸水 让同事好包 他了解以后 他就变成我们的主顾客 黄桂春的手工水饺 内馅不只是当季当令的在地蔬果 健康也是他相当重视的要件 因为这群妈妈们所做的 就是一份暖心水饺 一种属于家的味道 一个成功的人背后 总有无数的贵人在支持着 黄桂春始终怀着感恩的一颗心 用自家的水饺和贵人做连结 好让这份情谊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 领着一群妈妈包水饺的黄桂春 想要有更多人来买水饺 当然还是得靠多方通路销售才行 从草创初期到现在 他仍然本着初心 用最大的诚意和店家们博感情 当初桂春来的时候 他给我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 告诉我说这个是他要创业啦 听到创业我就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也是从零开始创业起来的 所以说我是希望说他能够成功 因为目前的话在市面上 大部分都是用一般的一些 传统的加工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没有使用到一些的 无毒的蔬菜 那时候很压抑是 他是可以取用大西当地的食材 以下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很开心 因为当初我们比较坚持 就是天然有机的一些食材 所以其实里面 马上提出来我就觉得说很棒 有运就有利 现在除了七年前一路相挺的老店家 也有专门开发有机通路的经销商 主动一起来积极推广素水饺 我们在所谓的有机商店 有机通路这块 事实上素食的人口占了蛮大的一个比例 那我常常听到有素食的朋友在反映说 他们其实上想找一个素食的食物或产品的时候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好找 或者有一些是他荤食跟素食是同时在生产的 那这个对产品来讲会有疑虑 既然是以照顾自家人和关怀姐妹为出发点 这手工素水饺做起来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 而且还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 融合更多新鲜的元素 那像以水饺外观来讲 我们会尽量让消费者觉得 这感觉是非常大颗的水饺 那一般水饺内馅的话 25克是比较刚好的一个重量 对那它包起来感觉会很饱满 但是它又不至于说太饱满 让你煮的时候会爆开 水饺皮的部分一般都是用白面粉下去制作的 就是说大家常见到白皮的水饺 那这边我们有增加了杂粮粉和螺旋枣粉进去 那除了说它的外观颜色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美观以外 那事实上这些营养成分你在吃水饺的同时也会同步吸收 那包括加工完之后也会做一个送宴的动作 做一个最后的把关 对确保生产的过程是OK的 没有受到污染的 那这样子一连串下来之后我相信消费者接受度会很高的 原来水饺也有无限的可能 除了内馅可以包进美味和创意 就连外皮也能揉进营养和色彩 同时还能集结更多的力量 一起来推动友善蔬食 我们在推广一些蔬食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一开始是辛苦的 那往往以前就是有宗教信仰 可是现在因为老化人口越来越多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共同来吃素 那就是以不杀生的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素食对免疫提升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是都对身体很棒的 所以就是越多人来做这个东西 我们是越开心的 这一颗颗的手工素水饺里 深藏着对食物对土地的热情 也诉说着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美好 这就是黄桂春奋斗多年 努力追求的幸福味道 人生的生命的这个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在生活中你遇到了什么的问题 我们就是去面对它 那我觉得我陪伴的同事还有我的客人 那我跟他们的相处就是我们结这个善缘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工作的人 他可以把这里当作是他的一个 下一个工作的挑板 然后我们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像把他嫁女一样的嫁出去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结善缘的概念 然后让互相帮助 然后让大家都有工作做 我现在觉得我很幸福 想吃饭又担心淀粉会过量吗 不妨试试用白花椰菜来取代白米 一样能够做出具有口感又清爽的奶香炖饭 通常有一些人他无法吃淀粉 那他们就会以白花椰来代替白饭 它的营养是非常的高 比白米饭还要高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淀粉少了一半 然后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白花椰是十字花科的抗氧化食材 尤其是它的味道温和清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料理方式都很适合 当然只要巧妙的运用刀工 就能拿白花椰来代替白米饭 今天要做的是芦笋白花椰的炖饭 所以我今天准备的是我们在地的台湾的品种 因为刚好季节然后非常的水分啊多啊 然后纤维也非常好吃 本土的话呢它的感觉上会比较松 那进口的话会很扎实 所以呢我在挑选的时候会用本土 因为我觉得口感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买进口的话 它只是会脆脆的口感 但是没有那些蓬松的口感 想要把白花椰变范粒 第一道步骤 自然是先把它切成小朵 但接下来清洗的动作可是非常有学问了 通常我买回来的花椰菜啊 我都会用流水 就流动的深水 然后让它去冲洗 花椰菜有很多的缝啊梗啊 容易去残留一些土或是石头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让水大量的让它冻 通常我会洗大概半个小时 对 那在这半个小时 就是不断的让它冲洗 然后让它翻转 通常呢家里如果啊 有那个食物调理机 我们可以把它打碎 就是可能打个五秒六秒就可以了 不用打到太碎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用很传统的 把白色的花朵切下来后呢 直接用刀子剁碎就行 然后也不用剁碎到像米粒那么小 通常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 一些剁碎的角度就行了 那如果你想要保留整颗啊 都可以用到的话呢 你可以把留下来的那个梗啊 可以把它刨掉 或者可以做成清炒的菜心啊 或者是腌菜都非常的好 不会浪费食物 把白花椰饭粒备齐了 只要再搭配当令的几样食材 掌握好火候和时间 尾炖饭就能轻松上桌了 因为我们通常炖饭里面 我们还会沾茶一些蔬菜 所以我觉得其实尾炖饭在160到180克的分量 就是足够的 所以一颗可以大概是两人份 今天我要制作的那个尾炖饭啊 是搭配了新鲜的卤水 然后跟新鲜的白木耳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会用高汤先慢慢的炖煮 最后呢可以用一点点的植物鲜奶油 让它变得比较浓郁 那其实在浓郁的部分呢 我今天代替的是胶脂式那个白木耳 对我希望它可以让我们 有一点点不同的层次口感 不会吃起来炖煮太久后呢 会软软的口感 所以呢白木耳呢 可以让它里面吃起来 有一点点脆脆QQ的口感 调味的话今天很简单 就是盐 胡椒跟一点点的橄榄油 其实通常我们都会是用中火跟小火来制作 因为呢它会慢慢的呈现一些焦糖化 因为它是蔬菜 那我通常就是希望在炖煮的时候 小火炖煮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不要超过 所以我还是会保持它一点点脆口感 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尾炖饭吃起来跟奶油炖饭很像 然后尤其是可以当晚餐 清爽健康无负担 鸡龙妙口美食何其多 有一家素食水煎包 在开了四年之后呢 选择结束营业 让许多老客人纷纷喊说 真的好可惜喔 但是呢 就在成绩半年之后 老板兄弟俩又再度回归舒适圈 这一次他们要用早午餐 叫大家wake up 我觉得最大优点就是 我们是兄弟 对 虽然说会吵架一定会吵 但是我觉得兄弟就是吵完 就是下一秒就结束了 就是五肩不催我觉得 因为我爸常跟我们讲说 怕后来吃清爹地 就是兄弟只要靠在一起 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就对了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从基隆庙口的素食水煎包起家 到现在的素食早午餐 郭绍威和郭绍宇 这对胎理素的兄弟 始终以父母亲为榜样 认真的把握推速的每一天 因为这间店是我爸爸的店 他三十年前就是在卖 战车的这个缝纫机 那爸退休他也有点 这间店他有点不舍 所以就留给我们了 那我觉得既然整个装潢都打掉 那一定要留一点东西 是我爸爸的东西 因为他们对吃素的坚持 我们从小到大都看在眼里 那我觉得他们的精神 我们要延续下去 因为小时候说真的 吃素不太方便 以前学校都也没有素食可以吃 那爸爸妈妈不管再忙再累 他们都会弄便当来给我们吃 那我们应该把这块延续下去这样 对 所以就是特别留一台缝纫机 坏着感恩的心 郭家两兄弟一直思考着 如何让蔬食更加大众化 年轻化 因此他们决定用自己喜爱的早午餐再出发 当然过去庙口的招牌水煎包也巧妙地变身成手工尖角 煎饺的部分是沿用水煎包的鞋筒去做出来的 所以很多来这边点煎饺的客人就会说 你们是那个尿口水煎包那个 我说对对对 我是那个 因为吃起来的味道几乎是一样的 对 我不喜欢加一些什么 酥肉啦 然后豆干什么的 我想说我的口味上就是要让客人吃到的 就是青菜这样 天然的调味 不要过度调味 青菜冬粉就这样而已 我会去选择说用那个高山高丽菜去做 因为如果你用便宜的高丽菜去做的话 你这样东西出来是不好吃的 只有高山的高丽菜做这种调味才有办法好吃 口感差很多 因为进口的吃起来就干干的没什么味道 店里早午餐菜单的设计也难挂了各年龄层所需 即使是老中青一家人一起来用餐 也都能吃得尽兴 而一项专攻餐饮的弟弟郭绍宇 更是每天自制青酱好延伸出多元化的招牌料理 青酱我们是用九层塔下去打成泥状 然后再加上一些橄榄油 然后调制而成的 其实一罐酱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其实它要用非常大量的九层塔去打 所以成本也是不便宜这样 其实老实说卖不完可能就自己吃掉 然后我们都是每天先做的 不会放到隔天这样 青酱我们有青酱意大利面 然后我自己有研发出一道青酱蘑菇欧姆蛋 这个蛮多小孩爱吃的 我觉得这个蛮健康的 郭家两兄弟以美味的料理来和大家结好圆 为了唤醒更多婚食者互生的慈悲心 他们还特别透过墙上的画来发声 这个画其实是我弟弟他的想法 因为他好像 我几年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画家 他说他也吃素这样 然后再转转看他的作品 才发现这个作品蛮有灵魂的 看完他搞不好就 原分就来了 他搞不好就转吃素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机会 像这个就是动物跟人一起共餐 因为我觉得人跟动物就是朋友 那我觉得大家一起用餐 一起吃素才是重点 另外这位蔬食画家 也用女人艺术的方式 画出了郭家两兄弟用心推速的意象 藉此鼓励他们继续传承父母亲 所给予的正下信念 勇敢地往这条光明的道路前进 天下父母心嘛 因为爸爸妈妈一定是 把最好的留给小孩 那我觉得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也没有很强迫说 你一定要吃素 不能怎样 不能怎样 那其实他们都很以身作折 我们也是从小到大 耳濡目染觉得说 吃素这块好像很不错 不管怎样 我觉得这个吃素这种东西 也不用特别强调说 你一定要吃素干嘛 吃素干嘛 我觉得这次有时候也是一种缘分 因为妈妈从以前 十几年前就在卖素食 然后她会告诉我们说 做生意不能偷工减料 就算菜贵也是一样 要给人家一样的分量 交代我们的事情就是 不要怕辛苦那样 一定要认真做好每一份餐点那样 不能让客人失望 对 素食创业原来也是大有可为 不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以推速为志向 广结善缘 福气自然就跟着来咯 坚持对的事啊 做就对咯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 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